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耶和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感见呼吸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早我们奉耶稣的名聚集在这里 为要唱诗赞美祂 让我们用以下的诗歌来开口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再次奉祢明聚集 求助生活来充满 奔赏我心深处 我们再次 奉祢明聚集 求助他们来教官 先祝爱在全地上 谁是那荣耀君王 他就是全能处上帝 快来君王和复活救助 祂是荣耀君王 祂是刚强大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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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替代荣耀 因为我们替代荣耀 一些命那恩赐怜悯 祂是荣耀君王 谁是那荣耀的君王 谁是那荣耀君王 祂就是全能处上帝 快来君王和复活救助 祂是荣耀君王 祂是刚强大有能力 因为我们替代荣耀 一些命那恩赐怜悯 祂是荣耀君王 我们再次 奉祢明聚集 扯助生活来收满 奉向我心深处 我们再次 奉祢明聚集 扯助大能来交换 祂是荣耀在全地上 我们再次 奉祢明聚集 扯助生活来收满 奉向我心深处 我们再次 奉祢明聚集 奉祢明聚集 扯助大能来交换 祂是荣耀在全地上 我们来说谁是那荣耀 谁是荣耀君王 祂就是全能处上帝 快来君王和复活救助 祂是荣耀君王 祂是荣耀君王 祂是刚强大有能力 因为我们替代荣耀 你贤命啊恩赐怜悯 祂是荣耀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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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就是全能处上帝 快来君王和复活救助 祂是荣耀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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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 奉你命之计 救助他们来交换 请祝爱在全地上 我们再次 奉你命之计 救助他们来收买 要求我欣赏 我们再次 奉你命之计 救助他们来交换 请祝爱在全地上 一生姐妹让我们同生 开口来赞美他 让我们同生来 爱你赞美这位成人的神 一人祝你生命之计 我们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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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身上高天 你掳掠仇敌 你胜过一切 你是身上高天 掳掠仇敌 的大君王 我们进入到 你荣耀的果度里 我们要称颂 你奇妙的作为 耶稣我们要称颂 你奇妙的作为 因为你是大神 你是大王 你超乎万民之上 你配得最大的赞美 主事 你配得最大的赞美 主要那凡有血气的 都要来赞美你 我们口要来尊荣你 我们口要来送赞你 我们的口要来送赞你 因为你是得胜在得胜的君王 我们的口要来送赞你 因为你是快来的君王 我们荣耀你 习在今在永在的大君王 你是快来的大君王 荣耀的神 我们要赞美你 我们要赞美你的慈爱 赞美你的信息 也要赞美你的圣洁 你的美丽 祝你是何等荣美 祝你是何等荣美 你是何等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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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爱你 你是何德荣美 你是几秒救助 再来与我 你是何德圣洁美丽 耶稣我祈祷爱你 耶稣你是平安君王 耶稣你自永恒盼望 分在我里面都不出赞美 耶稣我祈祷爱你 让我从头来说 耶稣你是平安君王 耶稣你自永恒盼望 分在我里面都不出赞美 耶稣我祈祷爱你 你是何德荣美 你是几秒救助 再来君王 你是何德圣洁美丽 耶稣我祈祷爱你 耶稣我祈祷爱你 你是何德圣洁美丽 耶稣我祈祷爱你 你是何德圣洁美丽 耶稣我祈祷爱你 耶稣我祈祷爱你 是何德圣洁美丽 耶稣我祈祷爱你 耶稣我祈祷爱你 是何德圣洁美丽 耶稣我祈祷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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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何德圣堂 祝生命来祈祷爱你 继续地来敬拜他 敬拜这位做宝座的神羔羊 敬拜这位同管温柔的大季王 敬拜这位在荣耀中掌权的全能者 来到他的宝座前 加入天上的敬拜 敬拜天上的荣耀向我们掌权 圣灵的江河从宝座涌流出来 我的神啊 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在敬拜当中可以领受的恩典 看见你的荣耀 隐于圣灵的江河 我们怎么可能苦干呢 我们怎么可能羞愧呢 你是我的荣耀 你是我们脸上的光荣 圣灵的江河在涌流 带来更丰盛的生命 是我们的灵刚强 你以力量是我们的药 是我们能征战 一直教会都要兴起 成为大有能力的军队 神啊 当我们敬拜你 你就使我们刚强 你就加真理的荣耀 要充满你的教会 这世代的教会不一样的 你以荣耀为我们的冠冕 你以荣耀以能力为我们的外袍 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 神让我们爱你 台湾的教会都爱你 这地的百姓也都要被吸引来爱你 因为你的荣耀正在彰显 充满你的教会 借着你的教会彰显在全地之上 因为圣灵的江河在涌流 从教会涌流出去 要流到万民 这地的百姓都要来到 救恩的泉源 欢然取水 这神啊 这就是你正在做的事 何等荣耀 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 这世代的教会不一样 主谢谢你 如此地恩待我们 我们也要紧紧地跟随你 就像当年以色列人 你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 他们紧紧地跟随你 主啊 我们也要跟随你的荣耀 当你的荣耀降临 我们福福敬拜你 用虔诚敬畏的心 更多的荣耀 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愿我们的敬拜能够吸你更多的同在 愿你的祭司们都能够承载你的荣耀 让教会充满你的荣耀 随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何等荣耀 神用祂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冠冕 成为我们的装饰 成为我们的外袍 教会绝不止羞愧 祂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 教会要成为荣耀的教会 教会要成为刚强有能力的军队 正在发声 这世代的教会不再一样 牧师要来读一段经文 以赛亚书56章第6第7节这么说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 要侍奉祂 要爱耶和华的名 要做祂的仆人 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 又持守祂约的人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烦祭和平安祭 在我坛上必蒙悦纳 因我的殿 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不就是指着我们说的吗 我们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我们是外邦人 我们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 我们都侍奉祂 我们都爱耶和华的名 我们都做祂的仆人 我们都守安息日不干犯 今天我们守主日 我们欢呼庆贺耶稣的复活 我们又持守在祂的约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很明显的 是对我们说的 是对教会说的 神对教会说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烦祭和平安祭 在我坛上必蒙悦纳 因我的殿 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今天的教会不一样了 要成为祷告的殿 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我们都要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 大大喜乐 祷告要成为一件最喜乐的事 也许过去 我们觉得祷告需要忍受 是一件必须忍受的事 但是从此以后 祷告会成为一件享受 是最享受的事 我们可以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因着我们寻求神 神回应我们的寻求 神就降下祂的荣耀 我们就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 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 十四到十八节 是引用阿摩斯书九节的经文 这段经文这么说 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 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 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意思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后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魏倒塌的账目 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余圣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 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不也是对我们说的吗 我们就是这些 余圣的称为主名下的外邦人 所以这是指着教会说的 神说他要回来 回来做一件事 就是重新修造大魏倒塌的账目 当年大魏爱神 当他还没有做王的时候 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一个人全心全意地赞美神 他就向神歌唱 他就终日敬拜神 当他做王的时候 他就设立了一个会幕 叫做大魏账目 于是他就分派了许多的歌唱的 弹奏各样乐器的 让他们能够轮班 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昼夜侍奉神 神说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的就是这样的账目 在历代志下 历代志上的25章 第一节跟第七节 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 大魏账目它是怎么运作的 大魏和众首领 分派亚撒 西曼和耶度顿的子孙 弹琴 鼓塞 敲拔 歌唱 他们和他们的弟兄 学习颂赞耶和华 善于歌唱的 共有288人 这些人 他们被分派 被分别为圣 就在耶和华的面前 他们就是弹琴 鼓塞 敲拔 歌唱 而且歌唱的原文是说预言 就在他们敬拜神当中 启示就赐下来了 哇 他们就能够说预言了 不但如此 我们看见 这288个人 他们分作24班 12个人一班 分作24班 好让他们能够轮班 昼夜侍奉神 因此我们就明白 原来神说 他要重新修造这样的帐幕 他的意思就是 他要让新约时代的教会 成为这样的教会 就是对神有热情 就是充满赞美 就是有许多的音乐 在侍奉者来敬拜他 就是昼夜侍奉神 甚至会有启示 就在我们敬拜当中赐下来 被我们说出来 被我们唱出来 被我们祷告出来 被我们宣告出来 于是神的命令一发出 教会就能够与主一同在地上 执掌王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既然我们明白 以上的经文 都是指着教会说的 我们就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 我们就是余圣的 身为主名下的外邦人 因此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神正在教会中所做的事 就是要使祂的教会 就是我们成为祷告的殿 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要使我们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 而且要使我们可以在祷告的殿中 昼夜侍奉神 就拥有大位账目的特性 好不好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渴慕这样的事 渴慕教会真的能够充满赞美的声音 渴慕教会能够昼夜侍奉神 因此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向神表明 我们愿意成为祷告的殿 是我成为祷告天 圣洁到高地点 让各方各主都聚集 来敬拜寻求祢 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渴望成为祷告的天 让开放各处都聚集 来清白寻 再一次用这首诗歌向神表明 神啊 我们愿意 我们渴望成为祷告的天 我们要终于耶稣奉你 让教会充满赞美的声音 来清白寻求你 神啊 我们要成为祷告的天 使我成为祷告天 圣节祷告的天 让开放各处都聚集 静白寻求你 让我们轮流祷告来回应神 神啊 你的百姓 你的百姓被你所吸引 你的百姓要对你说话 就是要对你祷告 要呼求你的名 主啊 你来吸引我们 你亲自用你自己来吸引你的百姓 让我们能够热情的向你祷告 让我们开始喜爱祷告 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渴望要祷告 我们要在祷告的殿中喜乐 主我们单单被你吸引 我们就快跑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以祷告寻求你的面 我们要以祷告寻求你的心意 主我们要以祷告寻求你的心意 你的百姓要在祷告的殿中欢喜快乐 要昼夜市奉神 要呼出了相声哭求 主啊 这店要充满祷告的声音 这个百姓都要在你祷告的殿中欢喜快乐 我们要宣告你的教会要如此 主啊 在祷告的殿中喜乐欢呼 主我们奔向你的祭台 就得着这祷告的火焰 让你的教会都领受那可享受的祷告 主啊 是的 主你正在等候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殿 昼夜祷告的殿 昼夜祷告的殿 主啊 因此我们来了 你的教会来了 你的教会要回到昼夜侍奉的殿 主啊 要回转成为一个昼夜祷告的殿 主啊 我们要将那大卫倒他的账目再一次的建立起来 主啊 有启示 有诗歌 主啊 有祷告 主啊 是昼夜逃主喜悦的祷告殿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既然神说 祂要回来重建的 是像大卫帐幕这样的教会 是拥有大卫帐幕的特性的教会 让我们就追求 让教会成为这样的教会 是对神有热情 是充满赞美的 是有许多音乐侍奉者 是昼夜侍奉神的 并且是领受启示 释放启示的 愿全地的教会 都成为这样的教会 愿台湾的教会 开始成为这样的教会 好不好我们再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愿我们的国家 愿台湾的教会 都成为这样的教会 使我成为到高点 神节到高地点 让各方各族都聚集 来敬拜寻求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